MING PAO TORONTO 朋友拿過來一台電視 它出現了前手未有的問題 蛤? 什麼問題啊? 這麼刁鑽喔? 這台電視完全正常 但是HDMI卻不能用耶 朋友拿過來的這台電視 其實所有的功能都正常 就是HDMI的功能完全失效 經過重置的測試 以及HDMI線 它本身的檢查完全都沒有用 但如果訊號有其他的接口輸入呢 就OK了喔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修啊 就AV端子加外接喇叭就可以了 這個有辦法處理嗎? 那麼它的問題會不會就是在主板上面呢? 那我們拆開來就知道了 如果你的電視有這種問題 就像剛剛講的用AV端子 加外接的擴音器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就不用再另外花錢啦 但你現在看到的是海賊王DIY日記 所以還是必須把它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我就要另外再去找題材了 這個機盒打開之後啊 主板放在這個鐵盒子下面 中早期的液晶電視啊 螺絲有夠多的 但是這個主板相對於當年來講 應該算小的啦 這邊有一顆控制HDMI的IC 我們先把它檢查一下 它的電壓狀況怎麼樣 這顆IC的編號呢 是PE3HDMI 現在這個呢 是它的銀角定義圖 總共有48PIN 其實我沒有辦法做太多的檢查 那我們來把它的電壓 做一下確認 它這個是多點電源輸入的 這個3.2V是正常的 然後它這裡面呢 也有附電壓 沒關係我們都給它試試看 這IC實在太小了 我們只能在旁邊的測試點做一下檢查 目前這樣看起來的話 供電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另外這台電視呢 它有兩個HDMI的輸入端口 感覺不太可能 兩個輸入端口的配件都壞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賭這一顆IC 蛤 啊那要怎麼辦啊 拆下來啊 把這顆IC換了 真的可以嗎 最多失敗而已啊 先做再說吧 這個PE3HDMI其實很小 這種銀角用肉眼我是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呢 路是人走出來的 而且天無絕人之路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先賣個關子 啊他現在你是中膠了 啊 講就講啊 喔 好啦等一下啦 這看下去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板子拿下來 拿去旁邊修啦 等一下要用這個風槍把IC吹下來 我怕旁邊這個會受影響 先把它貼起來 它變成一個電解質電容 我怕把它吹爆了 拿那個不鏽鋼片把它擋住 啊那個不是水管夾嗎 對啊 啊娘的,好像海賊王你這樣玩而已 好啦,這個問題可以處理就好了 管它是黑貓還是白貓 欸,你看IC吹下來了 東西拿下來之後啊 我們用那個洗板水給它洗一下 啊,等一下換IC讀讀看吧 欸,海賊王,這是什麼啊 喔,這個是維修用的顯微鏡 我們下次再做介紹好了 天地無疾海賊戒法 就是這顆芯片啦 有夠小的,你看 你看 然後上面總共有48個角啊 在這種狀況下不用顯微鏡 海賊王怎麼看得見呢 然後我就用這個理由跟不專業攝影師 申請了一台電子顯微鏡 啊,你要幫我看一下廣告捏 不然我下次就不用辦法買東西了啦 這種IC的做法就是 四邊點上之後呢 拖席把它填滿 然後因為那個顯微鏡是新買的啊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錄影 後來才想通了用筆電 然後用螢幕錄影把它錄下來 不過當時並不會用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我是做另外一塊練習的時候 把它截下來的 還有剛剛那一塊IC 其實當時做的也沒有很順利啊 還是弄了好幾次才弄起來 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們研究了落鐵跟錫油 還有如何提高落鐵它的持錫量 當然我有得到一些比較有用的資訊 我們後面再做分享 那在這樣子的練習跟處理過程中呢 找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下回再跟大家分享 欸弄完囉 我們開始回裝吧 現在這個回裝電路板都是小問題了 就螺絲鎖一鎖 排線插一插而已 還有其實剛剛我也測試過了啦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不測試完再安裝 我只是覺得 目前這樣排的流程 比較有一點張力 戲劇效果 哇 這樣就簡單的維修 什麼戲劇效果啊 每次大家在跟你講都蠻沒有在聽 還有大家都覺得你那個 欸 廢話太多 嗯 還在笑 人家說這個罐頭笑聲也很煩耶 看我這就是不專業分享而已啊 也不是在上課 如果你看到那個 銀角用熱風槍 350度吹開 接著螺絲呢 以扭力2.5磅 右旋36圈旋頸 接著呢 以三用電錶 使用直流電壓檔 檢測 DEF3點 分別會出現 2.5 3.3 以及5V的電壓 啊 這種影片會比較好看嗎 好 抬起來 這樣站起來 面箱這一邊 就這樣 我會抓 欸 海賊王該做測試囉 OK 我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來吧 好啦 現在訊號呢 以HDMI線傳過去了 欸 有圖案了耶 哇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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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長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他腳斷了在這裡喔 左邊也硬了 唉呦,這下麻煩喔 左邊連腳都實力都沒有 唉呦,然後測蓋喔 這個就很容易